《太极扇》 《太极扇》是太极拳界之一 是在太极拳运动基础上 融合扇术的特点而形成的 因而它具有全扇双重风格特点 它追求以翼倒扇 扇身合一 扇走美式 远转旋翻等运动形式 《太极扇》具有强身健体 陶冶情操等社会功效 《太极扇》是武术范畴之内的一种扇术 它的一朝一世都有工房含义 《太极扇》讲究刚柔相及内外兼修 追求行神兼备的最高境界 《阳式太极扇》三十六式 是在《阳式太极拳》的基础上而创编而成 它的这个扇法内容非常丰富 下边呢 下边呢 我把这个扇的这个名称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和扇 这是和扇 上端 上端 扇手 下端 扇根 扇饼 扇子打开以后 上端 上端 扇颜 扇面 正反 是一样的称呼 是一样的称呼 右手 右手握扇手 左手是掌 四指并骨 大拇指内扣 然后 两手抱于胸前 左手在内侧 好 再来一次 两臂自然上提 两手抱于胸前 注意 扇 一定要斜下 四十五度 方向 两肘不要上提 挺胸抬头 眼睛平视前方 好 好